中国大运河 在我最早关于亚洲的地理课上 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老师将中国形容成一大片黄色土地 这片土地上大运河纵跨而过 长城横穿而过 从那以后提到中国 我就想起这样的画面 一艘艘巨大的货船 在高耸壮丽的城墙倒影下 沿着波兰壮阔的水道顺流而下 这是1937年4月 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 有关中国大运河报道的开头 作者威勒德·普莱斯描述了自己少年时代 对于遥远中国以及那条大河的绚丽想象 1937年他来到中国 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运河 对于中国大运河的关注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长久以来 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大运河的呢 他们有过哪些探寻 当代中国人 又是怎样向世界呈现自己的运河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这条波兰壮阔的大运河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5月至11月 在欧洲著名运河城市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教区博物馆里 正在举办第55届 威尼斯双年展的平行展 展览的团队来自中国 十三位现代艺术家 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同一个主题 中国大运河 艺术家徐冰参展的英文书法 大运河 用运河水在宣纸上写出 大运河的英文方块字 水干了 字迹渐渐消失 却留下曾有过的痕迹和皱巴巴的质感 我希望它是写的时候是一种很湿润的感觉 但是它最后慢慢干了 它干了以后呢 你会有一种紧张感 有一个湿润到干枯的这种关系 它确实让人束手无策 是你必须面对的 人们一定会意识到 就是今天的水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大运河是活泰的遗产 它无时无刻不再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和文化的流动 之前展出也展出过一些比较当代 肖哥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 穿越两千年的时光隧道 这条伟大河流依旧给人带来了惊鸿一瞥 肖哥希望在威尼斯的展览结束后 他们能在2014年5月的巴黎再办一场 今天中国的运河进入国际饰演的样子 是现代艺术家的表达 回溯往事 中国的大运河在外来者的眼里 是感性的 生动的 也是直接的 山东德州北宁村 安艳春如同往常一样 骑上三轮车 穿过运河去德州市里 在大街小巷 贩卖他刚刚出炉的新鲜牛奶 安艳春所在的北宁村 看起来与一般成交的村子并无差别 但每户房门上的特殊符号表明着他们的信仰 他们是穆斯林 北宁村的穆斯林基本上不是姓安就是姓温 这也是村子里最早的姓氏 六百年前的明朝 他们就已经落户在这里 为什么安艳春的祖先会在明朝来到德州 他们又从哪来 当我们从高处俯视整个北宁村时就会发现 整个村子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建造的 这个中心点是一座六百年前的亡灵 亡灵的碑纹直接指向一场六百年前中国人的远洋事件 这场远洋事件的痕迹 今天还能在南京的一座公园里看到 这座公园曾是当年的船厂 六百年前的1405年 船厂造出了一支由六十多艘远洋航船组成的舰队 舰队里最大的船超过一百五十米长六十米宽 一个标准足球场都容纳不下 这是十五世纪中国皇帝的世界巡礼 正和下西洋 舰队一度停泊在今天 菲律宾苏陆群岛一带 当年苏陆亡国的海港里 十二年后 曾经目睹了正和船队的苏陆国王 带着亲属陈民数百人 飘洋过海历经艰辛的来烂 他们一定要来建设一下 创造正和舰队的国家 这一次皇帝特意安排他们沿着刚刚疏通的大运河北上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 这条线路一直是历代中国皇帝安排外宾参观游览的标准线路 哪怕是改朝换代也从来没有变过 如果说正和船队是中国国力的世界巡礼 那么中国大运河才是这场宏大展览的真正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看 正和下西洋更像是中国运河的一次品牌延伸 公元1417年 苏陆王意外定逝在运河边的德州 他的家人在德州居住六年后 曾经回过苏陆 但最终又回到德州 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定居下来 传宗接代直到今天 他们曾是运河的旁观者 如今他们也是运河历史的一部分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 运河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世界认识中国的过程中 运河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孝聪一直将古地图与地图史 作为重要研究方向 这些由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不仅表现出古代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好奇 也传达着他们在某一阶段 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 也许从地理地图的线索出发 厘清西方人眼里的中国 会比其他形式更直观 也更具说服力 四百年前 荷兰人绘制的一幅地图 引起了李孝聪的浓耗兴趣 这是西方制图师 最早表现中国的地图之一 他惊讶地发现 在这幅地图里 中国所有的水系都是相通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荷兰人的错觉呢 马可波罗就写过了 有两条大河 一个是黄河 一个是长条 那他就把这两条河 它底部中间有很多水 是通的 那么他那个马可波罗也会 也提到中间有些什么大的湖泊 他就都放在里面 这些信息的传递回去 他画了这个图 但这个图是不准确的 在17世纪 中国人绘制的地图 传入欧洲之前 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 几乎都源自于马可波罗游记 事实上 马可波罗的描述并没有错 他的记忆力也很清晰 中国的确是有一条河流 连通了黄河和长江 这条河流正是大运河 但遗憾的是 他的描述太过笼统 这使得远在万里之外的 荷兰的制图师 必须借助更多的想象 才能完成地图 这件事情才引出了 他们的一些 对中国运河的一些 真的关注 而且把这个运河的 真实情况带回来 运河在他们了解 中国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起到了一个 一个承载的 此后的几百年间 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中国 但是不管在什么版本的地图里 描绘大运河的曲线 总是显得一目了然 其准确度 甚至超过黄河 长江 这是根深蒂固的 东方运河的文明印象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随着东方世界认知的加深 西方人也曾质疑过 大运河的存在价值 然而比起质疑 他们更关注的是 游躺在这条黄金山道上的地图 现在是早春二月 位于渤海湾的辽宁省锦州港 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忙的工作期 如今 这个北方港口 每年有超过百万的集装箱吞土量 蔡庚常师傅 跑的是锦州到宁波的专线 我在这个行业里边 是做了三十四年了 一直来都是在搞海用这块 这次任务我们就从锦州 发出箱子 拉到宁波 当然成功就是三天 差不多就三天三夜 七百三四海里 大能一载二零九博 装过 可以备车离博吗 可以离博 注意观察航道上工程车 离博士 注意安全 对蔡师傅来说 往返于辽宁锦州 与浙江宁波的航程 就像是循环了很多遍的长途散步 只要不遇上特殊天气 它甚至已经不需要使用导航 仅仅三百五十年前 在这条紧邻大陆架的航路上 还几乎看不到多少中国船 这让当时航海盛行的西方人极为不解 随着对东方世界认知的加深 质疑开始取代错觉 质疑甚至指向了大运河 意大利传教士利马斗 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 欣赏这个东方国家 毕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 介绍给西方 但作为一位科学家 看不明白的问题 他还是要提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利马斗难题 对于在中国备受重视的大运河 利马斗直言不讳 他不能认同运河的存在价值 他认为 无论从地图上 还是实际航行的角度判断 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条 距离更近 花费更傻的海上路线 在他看来 维持这条运河通航的费用 每年达到国库总收入的一半 这对欧洲人来说 根本无法理解 利马斗难题 不只是利马斗对中国运河的质疑 更是两大文明之间 一字意味深长的对话 中国人维护运河 绝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 这其中包含了政治 社会 文化的众多缘故 利马斗也许无法理解 其中更多的深意 如今 利马斗难题已经不是问题 沟通南北的运输 早已呈现多通道的方式 同时 中国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输郡大运河 虽然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经济代价 但哪怕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遗产 也让今天的中国享用不尽 蔡师傅的船三天之后 到达宁波镇海港 从海上货轮卸下来的货物 就算是集装箱 相当一部分 依然还要转由运河运输 纵箱呢13个 空箱10个 这里二船 这里三舱 运河的载运量依然巨大 只是动力从人力与风力 变成了燃油与马达 今天 假如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 重新解读利马斗难题 它依旧是合理的 但试想 如果没有运河 全用陆路和航空 今天中国的运输成本 肯定要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里是加拿大蒙特利尔 60%以上的人口 都是法国后裔 但是这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却是中国 一百多年前 这个小镇被命名为中国市 这是因为三百多年前 这里挖通了一条中国运河 为什么这个华人寥寥无几的城市 却广泛使用着包含中国在内的许多名词呢 这条中国运河 与真正的中国大运河 有关系吗 关于这条小镇运河的由来 有多个版本 但最流行的说法 就是当年法国人 渴望开辟蒙特利尔 通往遥远复数的 中国的贸易航线 他们设想开挖一条运河 把这里的丰富物产 方便快速运到蒙特利尔港口 然后就可以从那里直达中国 于是他们便把这条短短的运河 命名为中国运河 我们在这里 在古代的东西 这是这里 这个中国运河 后来 他们在中国运河 通过13-14km 来到莎特利尔港口 遗憾的是 这条运河建成后 法国人并没有沿着这条河流 驶向太平洋 前往中国 而地球的另一边 却有两个国家 先后在一百多年间 扬起了去往中国的风帆 前进的方向 直指真正的中国大运河 那个时候 正值康熙年间 中国依旧是世界上的 头号经济大国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时候的西方人 也不再质疑大运河的存在价值 他们更关注 流淌在这条黄金商道上的利益 1655年 一群红头发的外来者 出现在运河上 他们兴奋地欣赏着沿岸的风景 并且认真画下了眼前的一切 最终 这些荷兰人出版了一本书 《何时出访中国记》 这本图文并茂的旅行记 详细描述的17世纪中叶的中国运河 并配以150幅塑料 在位于海牙的荷兰国家图书馆 荷兰人还精心保存着那次记忆 在这座安静的国家博物馆里 几百年前 荷兰人对东方世界的贸易渴望到处可见 荷兰人希望能将自己的海船 与中国运河上的帆船连接起来 他们想象着 或许这样就能掌控整个世界 他们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 告诉了清帝国的顺治皇帝 但顺治皇帝委婉地告诉他们 考虑到路途遥远 风险难测 舟车劳顿十分辛劳 以后就八年来一次吧 荷兰人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但1657年 也就是使团回国两年后 荷兰开凿了莱顿托船运河 而此后的三百年间 荷兰人一直都在挖掘阿姆斯特丹运河 对于运河的理解 他们似乎在中国找到灵感与共鸣 在荷兰神团出访中国一百多年后 1793年 一海之隔的英国人马嘎尔尼 带着同样的目的来到中国 他们同样按照清帝国的规定 沿运河北上 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素描 不过 这个来自日不落帝国的使者心态 已不同于谨言盛情彬彬有礼的荷兰人 马嘎尔尼毫不掩饰对东方白银帝国的垂涎 他坦率而直接地向乾隆皇帝提出请求 能不能把舟山作为英国的通商口岸 如果能在附近的小岛修建设施 供英国商人赞助和存放货物就更好 乾隆的回答是否定的 又过了五十年 英国人已经把明波作为通商口岸的想法 写在了南京条约里 英国人对于中国大运河了如指掌 他们甚至精确地知道 清政府在运河税收上的具体数字 于是他们在第十条规定 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案例纳税后 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 而路索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力 从此亿万两白银沿着运河 流进了英国人的船舱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 西方人对于运河的兴趣 不仅仅停留在历史中 今天有更多的人在关注大运河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在确认大运河从古至今 从中国到世界的重化意 两百年后 马干尔尼的同胞林杰同样对中国大运河充满兴趣 但他不是来签约的 也没有经营贸易的念头 他是一个英国七零后 也是位汉学家 出于对历史的痴迷 林杰希望实地看到那条 让马干尔尼动心的中国河流 但当他沿着大运河走完全程后 对于这条河流 有了全新的感受 并且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一件事我真的发现 当我在中国在2006年 旅游过去大运河 是那种方式 那种方式 中国人 不仅在大运河 但全世界的中国 都变成了更多 在解释自己的独特 他们的独特 是英国人 所以大运河 是很用适的 作为英国人的评论 解释自己的历史 2014年2月 林杰前往伯明汉 在当地的运河协会 林杰将为来自英国各地的听众 做今年第四场 有关中国运河的演讲 那是中国人 在大运河协会 如果你会认识 或记得任何一位 这些人的角色 是最简单的 是中国人的角色 大运河 中国人 你会认识 大运河 和大运河 成为一双 如果你能看到 中国人的想法 和阴和阳 这些相反的 似乎 如果不是 大运河协会 是中国人的称职 丁杰的观点 形象生动 与众不同 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 有关大运河的新颖 而独特的表达 我开始做这个演讲 在2009 所以五年 然后我已经给了这个演讲 到150 不同的组织 丁杆 并永远 变现 永远 变化 而全城市 似乎 统一切 很明显 我希望 这个词 fungere 科隆,研究中国历史的法国学者。 2002年,他在里昂教皇传教会的资料库查找资料时,意外地陷后了1932年的中国。 留下这些影像记忆的是法国神父魏德记。 1932年,魏德记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器材来到中国,他本是为了拍摄教会在中国的工作情景来。 可后来人们发现,在他留下的四千多张照片里,教会的内容几乎可以被忽略,运河以及靠运河为生的人反倒成了魏德记最热衷记录的对象。 魏德记的镜头大量对准了那些他遇到的撑传人,运河上放木牌者、挑夫、搬运工、孩童们、地理干活的男人和女人、捕鱼者等运河边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记录下他们劳作和生活的真实场景。 作为同样对中国充满好奇的柯隆,决定来中国探寻神父的族迹。 从2005年开始,柯荣陆续在北京、上海和苏州, 举办了魏德记的照片展,他给展览取名为《水上人家》。 少年在類传 örköping的网站上面看到一张云和属性, 全人都想在提出,在一张云上放映照片时不一样。 圆在看着《水上人家》和二老大的耳朵时有在公寓的并决定。 我认为这些影响,这些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 我们可以说的 patrimoine, presque一个人的 patrimoine 一个产党的产党的产党 我认为这个故事,我们真的感受到 克隆甚至还有一个更为浪漫的想法 在运河航道上租一条船,张起白色的帆 把影像投影到帆上 让人物的后代隔岸眺望 或许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祖先的身影 或者是自己的印痕 也许在今天与昨天的对视里 我们更能读懂历史的变与不变 魏德记带走了百年前的中国运河 柯隆又把他还给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随着历史越加久远 西方人以各种方式记录下的中国运河 又回馈给我们 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与文化遗产 这是中国大运河的幸运 而它的命运又总是会牵动大河两岸的人们 以及中国世界的关切目光 建国以来老一位文物学者水利专家 在对运河的保护与利用中有过哪些行动 普通人又在如何重新认识和表达运河 请收看探索发现多出的中国大运河下级 未完的工程 此时距离巴黎展览还有四个月 肖哥和艺术家们的筹备工作紧锁密鼓 他们反复思量着每一件展品将要传达给世界的心情 在中国先锋艺术家们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表达大运河 表达中国文化特质的同时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也在审视与思索 中国大运河究竟带给世界怎样的启迪 很多中国人也都能体会到那里面非常微妙的情感 包括那些板凳的感情 那筷子的感情 我们说人情世故的 就这种微妙性 那么多林上的板凳 大家一起凑成一条河流 是这种邻居和整合 我觉得大运河的存在就像人体的经过 经过我是找不到的 但是它是存在的 运河看上去是实际的一条河 但它有用隐形的文化的传递的这些东西 可能你看不见 但它也是存在的 其实水是一种自然里边的状态 一种物质 可是水就和我们的精神哲学 和我们中国人现在还可以继续发展一样 那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关系很深 1937年 那个曾经梦到一艘艘巨大的货船 在高耸壮丽的城墙道眼下 沿着波兰壮阔的水道顺流而下的孩子 威勒德普莱斯 已经成为一个博物学家 他终于来到中国 并且如愿以偿地沿着运河顺流而下 此时的中国已经从鸦片战争开始 积贫积入了近百年 但我们在威勒德普莱斯的文章里 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在这片无法想象的古老土地上 如今正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这有着政治社会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意义 在他们下面 古老的中国仍在平静而持续不断地继续着 带着一种生命的本能 如果我们能转世来到新的千年 再乘船游历一次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我们仍要将它视作中国的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